腰颈盘突出怎么锻炼 孙宏慧脊柱颈椎定区主任医师 腰颈盘突出症是一个临床常见的疾病 那么经过一段治疗可能会有症状明显缓解 那么这个缓解以后它还会出现吗 当然可能出现 那么因此我们还是建议 做一个系统化的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那么腰背肌功能锻炼主要目的就是 让我们的腰背部肌肉有一定的力量 而改变长期由于弯腰所带来的 这个劳损性问题啊等等 那么它对于脊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因此呢我们建议腰背肌功能锻炼 目前比较流行的就是 比方说腰背的后身运动 比方说这个做小燕飞这样一个动作 大家都知道临床上非常常用的 就像燕飞这样一个动作 每天这样去做 可能对腰背肌肉的功能就有很大的增强 那么肌力增强了 稳定性就好了 稳定性好了 那么吐除可能就会减轻或者停止在这个状态 那么病情就稳定了 专家提示 1.症状缓解后可能还会出现 建议做系统化的腰背肌功能锻炼 2.主要目的是让腰背部肌肉有一定改变 更好的保护解筑 3.比较流行的锻炼方式有小燕飞 增强腰背肌肉的功能 提高稳定性 稳定病情